嗨,大家好,我是Hank 歡迎回到我的教學課程 這個章節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Repeat這個operator Repeat顧名思義就是重複的意思 那這個operator主要是 當你的元素走訪完成,uncomplete 之後 你想要再 繼續走訪 它可以根據某些條件決定你要不要繼續走訪 或者是你可以設定你的次數 好,那讓我們來看看 我們這個部分的話,我有使用到上一個章節的方法 那上一個章節的方法,它就是 傳回一個observable 然後元素是12345 那回到我們的 程式碼 那這邊的話呢,我是先拿到上個章節元素,那是12345 這個部分的話是拿12345的元素 那我這裡使用Repeat這個操作值 Repeat的話 操作值有兩個 兩個方法可以用,一個是沒有參數的 它就可以一直無限的Repeat 一直重新走訪這個元素 那有一個是設定次數的 你可以選擇你要 重新走訪幾次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無限的 好,那我們置信看看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就一直重新走訪這些元素 OK,那 在Repeat這邊呢,如果我設定一個次數是2 那我們來看看 結果 結果 OK,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就走了12345 12345 然後按Complete 就結束了 好,這邊可以指定你的次數 好 那如果你的用法呢,比較特別一點 有根據某一些條件 決定 你要不要 停止這個 停止這個 重複的動作 我們有 RxJava也有提供一個 Repeat Until 好,就是 重複 直到 這個停止條件發生時 發生時它傳回True的話 就會停止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拿到12345的元素 然後我們使用 Repeat Until 然後它給定一個參數之後 我們 複寫裡面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呢 是指 停止條件 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會停止 重複 發送 我的元素 好,那我將它設為True 那這時候呢它 應該會執行一次之後就會停止 好,那我們來執行看看 OK,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執行一次之後就停止了 那如果這邊改成False呢 它就是 根據這個條件 停止條件 那因為我是False 所以它就會也會形成一個 無線循環 它就會一直 不斷的重複下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就會一直無線的重複下去 OK 好 那因為這邊只是示範所以我沒有用太複雜的邏輯 這邊可以,你可以自己設定你自己的停止條件 當這件事情 文True的時候 它就會停止 停止 重新再 註冊 註冊這個 Observable 好,那還有再提供另外一個叫做 From Repeat Win 這個是 當你知道 結束條件 也知道 開始條件的時候 可以使用這個operator 好,那因為這個operator它比較複雜一點 那怎麼說呢 因為它傳進來 我們這邊一樣是使用 12345這個元素 然後我們使用的operator是 Repeat Win 那我們輸入我們參數之後呢 我們要複寫我們的方法 好 大家注意到方法是這一行 那它會傳回一個 Observable 那這個Observable呢 是指說 你一開始 取得的這個Observable 這個Observable之後呢 我們要對它做一個Flatemap 因為它Flatemap是指說 我原本的這個Observable 要換成另一個Observable 我改變監聽另外一個Observable 我們要使用Flatemap 那這邊的話要搭配Flatemap使用 那搭配Flatemap使用的話 我們就需要再 輸入 另外一個參數 那輸入另外一個參數之後呢 這邊才是我們真正可以判斷說 要不要繼續重複的條件 那這個 這個 Repeat Win的 條件呢就是 當如果你的 傳回值 就是最內部這個 層次碼這邊的傳回值 是Uncomplete的時候 它這個Repeat就不會再繼續執行了 那因為之前有講過 Empty是不丟出任何元素 那會直接 直接呼叫Uncomplete 那這裡也是 就是當我裡面 輸入這個的話 它就會 就是走訪一次之後就停止 停止 那 怎麼讓它繼續呢 那 這個Repeat Win它的繼續方式 很特別是 它只要輸入 不是Uncomplete方法 或是Unerror方法 它就會繼續的Repeat 什麼意思呢 我們這邊如果直接打Just 那這邊元素 隨便打一個就可以 因為它只判斷 是不是Uncomplete 跟Unerror 其他的 你就算 再新開一個Observable 它也 它也不會對這個 新的Observable做監聽 它只是做一個 判斷的 判別式而已 好 那譬如說我們這邊 輸入Observable.Just 那這裡呢 就會產生 無限的Repeat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一直無限的Repeat 一直Repeat跑下去 那如果在 我們這邊改成 Empathy 它會 走訪一次完之後 然後就 不再繼續走訪 好我們看一下 層次碼知情的結果 OK大家可以看到 它跑12345之後就結束了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你使用Repeat Win 結束的條件 它不會跑Uncomplete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好 那我們這個章節就分享到這邊 下個章節見囉 拜拜